放眼望去全市焦黑一片 销货车也被烧成废铁 印尼西亚加达贝隆克兰地区 上个月29号因为电线短路引发火灾 好几间铁皮屋遭大火吞噬 62岁的狗马利亚一家人 租了两年的房子 烧到只剩下几瓶大的空间 刺激志工得知消息 准备了27份生活物资 包括了盥洗用具 毛毯 衣物以及矿泉水 还亲手送到灾民手中 居民领导物资解决了眼前问题 才能够打起精神 面临未来的重建 大爱新闻赞德拉林彦龙 印尼报道